要關閉我們烏克蘭的天空了 以後你的舒適戰機 不是你想來就來的 你要來之前先問問看F-16 F-16的這個導彈 中程導彈 短程導彈 響尾蛇全部都掛上去給你看 你敢飛過來 我就把你給打掉 你敢飛過來我就把你給打掉 這個世界真的是烽火連跌 烽火連跌要講 現在在二五載場上 F-16真的進去了 而且F-16還不是所謂的老式的F-16 看起來他是有升級到F-16B 然後哲論司機 現在態度更強硬了 他就站在F-16的前面 說他們是寸土不讓 講完寸土不讓之後 導播人在看的畫面 更可怕的是 現在俄羅斯的油庫 俄羅斯的艦隊 甚至連他們黑海艦隊 最重要的潛水艇 都被炸掉了 對 我們一直講到 很久很久的F-16終於來了 然後哲論司機就直接也不演了 弄了一個很盛大的一個 接裝儀式 然後告訴你說F-16來了 然後F-16他也不去改他的塗裝 他就直接把logo給蓋上去 其他的都沒有改變 他直接掛彈給你看 掛了什麼 掛了一個中程導彈 掛了一個短程 這個就是F-16 剛剛講的兩機開始一個 往前飛行 就在烏克蘭的上空 對 然後就直接飛行給你看 甚至還掛彈一個 這個短程的空對空的 一個翔尾蛇飛彈 這些東西整個弄出來之後 就告訴你說 他也太故意了吧 我就刻意 剛剛講的 這個是烏克蘭的這個旗幟 我就在烏克蘭的F-16前面 告訴全世界 我們不讓了 對我們的F-16終於來了 我們要關閉我們烏克蘭的天空了 以後你的舒適戰機 不是你想來就來的 你要來之前先問問F-16 F-16的這個導彈 中程導彈 短程導彈 翔尾蛇全部都掛上去給你看 你敢飛過來 我就把你給打掉 你敢飛過來 我就讓你回不了家 過去來講都只能用這些的防空系統 現在加上F-16之後 你看舒適戰機他敢來嗎 舒適戰機已經剩沒有多少了 烏克蘭如果把他打進下去了 對俄羅斯來講的話 恐怕他的空中優勢 在這一次結裝儀式之後呢 正式結束了 所以說他不是說我只是給你F-16 剛剛講的AIM-120 這些非常好的空中 空對空的飛彈 空對地的飛彈 都給了烏克蘭 他這一次來是 All set 整個組裝都過來了 除了給你機體之外呢 他在其他的地方把你的 這個烏克蘭的這個飛行員也都訓練好了 甚至連導彈掛彈的設備都把你訓練好 所以這次來之後呢 對他們一定會有很大的一個改變 好 我們看到現在 烏軍開始開始有些大的動作 大動作有幾個比較重要的事 第一個 俄羅斯現在進內的這個軍用機場 還有你的自由彈庫 剛剛這個必要配備 更關鍵的是 黑海艦隊有一個本來認為 神出鬼沒的潛水艇 現在已經確定了 被炸成了 對 我們先看一下這張圖 這張圖什麼意思呢 這邊呢 就是烏克蘭的領土 這些紅色的呢 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的境內羅斯托夫州 已經有遭受到很多很多的攻擊 被打了 這些攻擊呢 打下去之後呢 俄羅斯是完完全全沒有招架之力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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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油彈庫把你端掉 端掉完之後呢 第二個油彈庫把你端掉 第二個完之後第三個 所以總共把三個油彈庫 就直接給你炸了 你知道他要過來攻擊你 但是你無能為力 他就直接把你清除掉 清除油彈庫之後呢 羅斯托夫州的一個軍用機場 他也沒有客氣哦 我們來看一下 before跟after before是在這裡 羅斯托夫的 他的一個軍用機場 你看這每一個都是什麼 軍用機的一個碉堡 軍用機的一個機庫 完完全全變成 廢土一片 沒了 那這個東西來講 你說啊 這個東西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面積嗎 沒有 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黑海艦隊 黑海艦隊之前有一個羅夫托斯 塞凡堡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俄羅斯的一個 頓河判 羅斯托夫號 其實之前就已經被攻擊過 那一次攻擊過之後 有一個大傷 所以呢 他沒有辦法躲到後面的這個 新羅西斯克 就只能在那一方 繼續的一個處理 繼續處理之後 好不容易修補好了 修補好一出來 打掉了 這是打掉之後呢 潛水艇他們發了一個 這個Defense of Ukraine 突發了一個說 你潛水艇就應該永遠在 Black Sea的河底 所以呢 叫這件魚什麼 Enjoy the fish We'll enjoy the new home 以後這個 這個潛水艇呢 就永遠在黑海的底下 只有黑海的魚 可以跟他遊玩 跟他戲耍 然後呢 這個東西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你整個黑海 黑海艦隊 為什麼一定要跑到新羅西斯克 因為你留在這裡 你只要一出來 你只要修補好之後 一出來 竟然就直接被攻擊 直接打掉 潛水艇 潛水艇有那麼好打嗎 沒有啊 他等於說他只要一起來 一出航 一掌握之後 就直接被你打掉 那除了潛水艇之外呢 他們 左勝無極的S400 這個薩姆400 竟然又被摧毀掉了 而且呢 這次摧毀掉 是僅剩的第四套 你這樣子打完之後呢 你潛水艇也沒了 S400的這個 防空也沒了 防空也沒了 你說這個仗到底要怎麼打下去 我們之前講說 F16進到了烏克蘭戰場的時候 你覺得你夠厲害對不對 F16如果進去的話 那制空權不就已經被烏克蘭 跟北約掌握了吧 對 就沒有想到 新加坡的國防部長講 原來F35早就進去了 原來整個戰場的管理 整個戰場的管控 都已經由F35來負責了 而且目前為止來說 聯軍可以說是完全不演了 不演了 他把過去呢 我們都說烏克蘭的空軍 還有烏克蘭的武力怎麼那麼厲害呢 就把俄羅斯的空軍完全端掉了 現在直接告訴你兩件事 第一個 華爾街日報就跟你講 美國將為烏克蘭的 目前有的F16戰機 配備美國現在最先進的武器 我就直接給你了 所以 所以我不是說我F16給你 對 我還幫你配備我的飛行員 不但是F16給你 我的飛行員給你 剛剛講你的飛彈 對 也是最好的 我是最先進的 我都給你了 所以美國不演了 另外一個盟軍 還有這個新加坡的國防部長說什麼 他說我們在 他說目前為止 F35已經在周邊呢 為這個盟軍呢 提供什麼 提供如果你有飛彈 從這個俄羅斯的飛彈 從烏克蘭的地面上發射出來的時候 我們馬上就可以知道這些訊息 而且馬上就分享給所謂的北約盟軍 那你可以解釋 為什麼我們有很多這個俄羅斯的 他們在這邊的地面 地面的武器 地面的這個發射系統 為什麼會被端掉 原來就是F35在這個地方 你告訴他的嘛 那還可以解釋什麼 為什麼你看最近一段時間 烏克蘭的這個無人機 動輒可以飛到莫斯科去炸你 然後可以飛到這個 別爾哥羅德各地方去炸你 然後飛到這個俄羅斯南部的 這個烏龍塔去炸 甚至這幾天還創了一個紀錄 保證他從 這個烏克蘭飛了1800公里 到了北極圈的奧萊尼亞機場 他還給你轟掉 土二三的這個轟炸機 土二三都給炸掉了 那你這怎麼解釋 原來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嘛 第一個 F16老少就在這裡面作戰 第二個是什麼 F35提供你相關的資訊嘛 所以也就是說 目前為止來說話 隨著F16進來 然後F35在這邊當成 當成這個所謂的 相關的作戰的指揮平台來說 你俄羅斯當然完全就不是 對手的一個局面了 而且之前我們都講的 F35是一個隱形戰機 它這隱形戰機已經非常厲害了 隱形戰機來物隱去物中 它可以作為一個開門者 它闖進敵方的領域裡面 你完全不知道 然後呢我可以透過這個坐標 通知我後面的這個戰機 將你的眼睛耳朵給打瞎 結果現在如果你在 恩物戰場上面來的話 它扮演你的角色更加可怕 第一個 我是一個最好的空中作戰平台 第二個就是 我居然有預警機的功能 剛剛講 你不管是你的這個 蘇凱34 蘇凱35 或者是你的圖22 你只要有任何的起飛 甚至你的導彈 任何的起飛 你起飛的位置 你的坐標 我可以馬上掌握 馬上掌握以後 我可以馬上記錄 記錄以後 我就分享給我所有的盟友 沒錯 所以它變成一個 最好的戰場管理的飛機 沒錯 寶傑提到說 F35是個最好的 做戰場管理的飛機 我們從這個事件 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反正這幾天的時候 寶傑你知道嗎 這個27號的時候 烏克蘭當天 他們說他們出動 約莫數架的無人機 然後從烏克蘭邊境 飛到你看這麼遠的距離 飛到俄羅斯北極圈裡面的 這個基地 它一共飛了1800公里 好他們飛了這個千里之後 把這個在機場裡面 塗22的戰略轟炸機 把它炸毀了一個狀況 寶傑你想想怎麼有可能 飛這麼遠 飛了1800公里 難道你都不會遇到什麼飛機 然後什麼來攔截你嗎 對 可以解釋性 然後烏克蘭還說什麼 不是 而且透過1800公里之外 對 你還可以遙扣 是 還可以精準打擊 那好 那為什麼能夠這樣 烏克蘭說什麼 我們是發展出所謂 可以媲美戰斧飛彈 相媲美的遠程 神風特攻隊打到那個地方 寶傑你相信嗎 不相信 當然不相信 沒有人相信 所以現在證實什麼 如果F35在這個地方的話 很簡單 F35就直接給你目標 你可能在什麼地方 有一些相關的防空設備 你都完全避開 所以他為什麼可以 切你奔襲 做空中導役 對 為什麼可以切你奔襲 到那個地方 然後我炸掉你的時候 你完全不知道 因為就已經有人給你指點名錄 你要怎麼飛過去嘛 所以這顯見 F35絕對有在這個地方 幫助烏克蘭的無人機 在進行一個攻擊的狀態 因為他進來這個地方 他其實已經配備在 約莫在波蘭 還有羅馬尼亞這個地方 也就都在烏克蘭的邊界裡面 雖然我沒有進到烏克蘭 對 可是我就算在邊界 我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沒錯 他們在開打的時候 他們有388連隊 還有空軍預備役的第419的連隊 他們兩個都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他們就是有編制F35A 然後大部分都是部署在這個 德國基地 然後必要的時候 他可以飛到波蘭 飛到這個羅馬尼亞這個地方 也就靠近烏克蘭的境內 然後他就說 我們從來沒有飛越過任何的邊界 就沒有飛越過到烏克蘭的領土裡面 然後他說他們也沒有進行過 所謂發射轟炸空 都沒有 他們就是在這個地方 進行什麼 收集情報 那怎麼收集情報 他說我們只要飛到這附近來說的話 在烏克蘭境內 或是在靠近烏克蘭的俄羅斯境內 你只要有飛彈發射出去 我們第一個時間 就可以偵測到這個點 譬如說這個點發射出飛 這些點發出飛彈對不對 我們的F35就可以偵測 先把這些標地完全都標住了 標住之後確定 如果這個地方是不會移動的 我以後就再去攻擊你 如果你是會移動的 我就再看看你的 下一個位置在哪裡 我可以偵測 因為你已經發射出你的目標 我已經知道你這個目標是什麼東西 你現在是再一樣的時候 我就知道是你在這個位置 我就把你打掉 所以這就可以為什麼了解說 為什麼烏克蘭俄羅斯的 SAM-300 SAM-400 一個一個被斷掉 因為他就講 原來非常清楚是 F35已經可以非常清楚 你只要SAM-300 SAM-400有任何的異動 你有任何的動作 我馬上可以偵測到 所以你SAM-300跟SAM-400的陣地 我完全遼弱之障 但有一個是說我要不懂 是說 他說F35的標準配備是ANAPG的81 他說這個雷達 有1676個 深化甲的發射接收模組 他說這個主控相對雷達 一直是美國的最高機密 沒錯 這個到底多厲害 寶傑人知道 他們也就是說 你只要發射出一次 我就偵測到你 好 那這個就是他們有所謂 配備的這個ANAPG的這個 這個81的這個雷達 這款雷達裡面最特別是什麼 它就是說有1676個 深化甲的這個發射模組 什麼叫深化甲發射模組 保證我們的手機裡面 也需要深化甲的發射模組 就是我把訊號放大出去之後 知道它這樣之後 然後反射回來 我可以知道這些相關的訊息 我深化甲的模組越多的時候 我的發射能力跟接收能力越強 我偵測到的能力越強 那1600多個很多嗎 非常強的一個 而且這個技術我就講 美國是絕對不會外露給任何國家 你任何國家 完全沒有人知道這些東西 所以這就是美國的最高機密 它配備在這上面 所以為什麼F-35的雷達那麼的強 沒有人能夠比得上 難怪說深化甲全隊不得給中國 對 那些是國防機密的一個狀況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難怪我們可以解釋嘛 為什麼目前會只能說 你看俄羅斯什麼蘇-34啦 蘇-35啦 然後塗伊爾的22的戰鬥機 電戰機啦 還有之前這個烏克蘭不是用一個 愛國者飛彈擊落的A-50的這個預警機 在想你怎麼那麼厲害 你可以擊落A-50 愛國者飛彈擊落 到底什麼意思呢 簡單嘛 那就是因為這個F-34已經標定目標給你看了嘛 難怪說前陣子剛剛講的 14天的時間裡面 俄羅斯摔了15架的飛機 現在機密解讀是 這15架的飛機 剛剛講的包括蘇-34 蘇-35 包括它的A-50的預警機 都已經被F-35鎖定了 好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F-35除了我們剛才講到 它的雷達非常厲害 標準雷達非常厲害 還有一個非常厲害 是它整體的這個電戰系統 保證它的整個電戰系統 它是一台飛機全部都是電戰系統 它這是什麼東西呢 它是英國背影系統開發的 A-N的這個ASQ-239的這個電戰系統 它是什麼意思呢 它這上面全部都是它的感知器 它感知器是全部它可以 它全身 就這個 對 全部都感知器 全部都可以這樣 它全部都可以接收雷達的任何的坡 也就是說它飛出去的時候 因為它可以飛的距離非常遠嘛 F-35A可以飛1080公里 然後F-35B是869 然後F-35C是1138 它飛到 譬如說它飛到我要這個偵測的這個 範圍之內 你發現不到我 但是你不知道我在哪裡 但是你會可能在 你們在互相攻擊嘛 互相攻擊的時候 你會有發射出一些雷達訊號 雷達訊號 它不會主動發出雷達訊號 它就是飛到那個地方去 接收所有的雷達訊號 所以為什麼你沒有發現它 因為它不會發射任何訊號 很有意思 我舉個例子 你的飛機員在飛 因為它飛機員來說 是一個透明的飛行艦 你會突然震動一下 然後它就跟你說 這是什麼東西 來了 所以你飛機員是 它會提醒你 對 你是被動知道 原來這個 有東西來了 對 好那這個東西要不要 重不重要呢 重要的話我就把它發射出去 譬如說我給同樣的戰場上的人員 所以它是這樣子 它不是一直在看那些什麼 什麼很多東西 沒有 它就是它感覺到了之後 然後它就有一個民視系統 就會跟你講 欸 現在有事情 你看這個訊息 然後它就知道 原來是這樣 好 它就可以開始 做任何它想要做的動作 而且更可怕的是 剛剛講的F35 它的整個巡視範圍 是360度無視角 而且它現在還做一個東西 它現在還弄一個新的版本 這版本叫做 這個聯網的G級的吊艙 它這個新版是怎樣 它就是在吊掛在下面之後 因為其實聯網功能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我要有能夠跟 互相互相連接嘛 雖然我這個電章 有這個所謂聯網夾艙之後呢 抱歉 它這個可以跟目前為止 所有美軍的系統 完全連結在一起 甚至可以跟F16連結在一起 也就是說 我剛才不是講到 我飛到這個敵軍的境內 這個所謂的 零視系統通知我 欸 有這個訊息 好 我這個訊息 我再用這個電站夾艙 把它發射出去 我可以跟F16互相分享 可以跟地面武器分享之後 然後由你來攻擊 他們這個這些 所以它為什麼會變成 是一個最強大的 這個所謂的電站機 其實是因為它有 非常強大的電站系統 我們在看到了 俄羅斯戰爭的時候 烏克蘭有一個部隊 惡名昭彰 但蕭勇善戰 但我們剛剛講 之前在亞素鋼鐵廠的時候 他們完全在這個地方守住了 讓俄羅斯的部隊 完全不能多進一步 結果這個部隊 因為太惡名昭彰了 美國曾經要求說 美式的武器 不可以交給亞素鋼鐵 結果現在 他不是開綠燈嗎 不是想說現在美國的武器 北約的武器 你可以打到了俄羅斯的境內 現在不但是說 你這些武器可以打到俄羅斯境內 已經把蘇凱57都給打掉了 更誇張的是 連這個最惡名昭彰 亞素鋼鐵說沒有問題 我開綠燈了 北約的武器 美國的武器 都可以給他使用了 對 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大家對亞素鋼 亞素鋼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什麼 就五二戰勝那一打的時候 亞素鋼在那個地方 馬力波來講 亞素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地點 亞素鋼鐵廠 他們守了多久 守了82天 最後俄羅斯怎麼弄下來了 丟白銀彈 那個白銀彈的畫面出來之後 大家全世界震驚 你在2023年打戰爭的時候 你用白銀彈 你到底有什麼辦法 你都打不下來 那就是因為他們真的是 太有猛散仗了 這個部隊守一個鋼鐵廠 居然可以守82天 剛剛講的這個震驚沒有天險可守 對 他就是這樣子的 把他守了82天 然後最後用白銀彈 把他給攻下來 然後為什麼亞素鋼 亞素鋼過去來講的話 因為他們的思想是極右派 然後極端主義 所以過去來講的話 是不能夠給他們用的美式武器的 但現在來說 他們通過萊西法案的審查 認為說沒關係 捆龍鎖就打開了 不管是誰 就算連亞素鋼 都可以拿到美式的武器 大家想一想 你當初 可以說是守無寸鐵 打到最後根本就沒有東西打到 你可以守了82天 如果現在又把這個美式武器丟給你 那是不是要從這個地方 馬力波開始進行反攻了 所以現在來說的話 這些東西 包括美式的武器 拜登之前給他的東西 一樣一樣就要丟過去了 所以像刺針飛彈 海馬式火箭彈 包括155的榴彈炮 81公里的迫擊炮 這些東西可能都可以交到亞素鋼鐵上了 對 而現在不但是交給亞素鋼鐵上了 所以我們講到 現在美國對整個烏克蘭 已經開了綠燈了 他透過了無人機 將這個蘇凱武器給集會 除了集會以外 今天更新的消息是 他們的空中武力也出動了 他們的這個所謂的多管火箭號也出動了 空中武力已經有戰功了 對 在昨天我們講到一件事情 天啊 第五代戰機 竟然有人折損了 折損的是誰 就是蘇凱57 竟然在一個沒有升空的情況之下 被無人機打掉了 一個3萬美金 折合台幣大概100萬的無人機 竟然打掉了蘇凱57 蘇凱機造價多少錢 4500萬美金 18億就被無人機給打掉 被無人機打掉是一個很重大的一個象徵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說 現在這些歐美國家給他們的戰機 已經進入到了俄羅斯的領空 而且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打擊 你說真的飛機出動了 真的飛機已經出動了 所以呢 他說這對俄羅斯境內的目標 空投彈藥 這代表什麼意思 無人機我可以飛過去打你的蘇凱57 然後呢 我們的戰機 拿到的戰機也可以飛到你境內去打 那對俄羅斯來講的話 那這個戰爭的意義不一樣了 過去我是在你烏克蘭的境內打 對我們俄羅斯人民 我們沒有特別的感覺 但當他們的無人機飛過來 當他們的戰機可以來空投炸藥的時候 那完全是不同的一個想法 而且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說 蘇凱25 蘇25其實算是一個老式戰機 現在他可以裝上 法國最新的 BIG HAM 他可以把這個大狼頭 鐵錘給裝上去 所以呢雖然這個蘇525呢 是比較舊式的 可是現在他把電子線路 經過兩個月的改裝之後呢 竟然Match了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蘇式武器跟這個法國最新的飛彈 已經可以連結在一起了 所以我不再跟他講的 我現在F16已經有100多架 要進到了烏克蘭 我現在連法國都說 我的幻象2000也可以交給烏克蘭 更誇張的是 你這句本來有一些二字的武器 現在這個蘇凱25 竟然可以把法國現在最好的 精準導引的鐵錘炸彈裝上去 對可以裝上去 而且他可以完全正確的一個激發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呢 他雖然沒有第一時間 沒有辦法取得全面的空優 但是當這些兩個武器舒適的戰機 搭配上法國的鐵錘炸彈 合在一起之後 很快就會有空中優勢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說 過去來講 我們一直講說 這個地方是克里米亞 克里米亞就是不能丟啦 你的面子 普丁的面子就是克里米亞 可是現在來講的話 他們竟然可以在烏克蘭的境內 直接打擊你的防空炮火 你的防空陣力 S400 S300 總共三個 兩個S300 一個S400 又打掉了 你不但沒有辦法去升空保護你的領空 竟然是直接你的這些火炮直接被打掉 被打掉代表是不是 我就是瞎了嘛 以後任何的這些 他們的這些導引飛彈飛過來的時候 你沒有S300沒有S400 你要怎麼去防衛你的克里米亞 這對他們來講的話 現在是頭痛最重要的事情 因為這個最尷尬的是 俄羅斯一直在宣稱說 全世界最好的防空武器 就是他的薩姆400 薩姆400還可以 很高的價格賣給印度 很高的價錢賣給中國 結果這次在俄羅斯戰爭裡面 你當北約的武器 中國的武器進去以後才知道 他完全沒有任何防禦能力 對 過去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S300跟S400 有點像是蘇凱57 聽起來第五代戰機 聽起來防空炮火都非常厲害 甚至S300 S400 還外銷到其他地方 可是一打仗出來 他現在說你根本沒有辦法 來進行一個防空炮火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對他們來說的話 真的非常的嚴重 好 所以剛剛講的 現在北約的武器已經都進來了 包括SUB的這個所謂的 340空中預警機 它有的890的預警機 現在剛剛講的幻象2000要進去了 現在有85台的F16進去了 所以我今天就傳出來說 我們的飛機已經進到了俄羅斯的境內 已經從空中投彈集中目標了 對 現在來講的話 烏克蘭可以說是這些歐美國家的 這些空中的飛行器的大集合 你看SUB也來了 890也來了 然後幻象 過去來講的話 其實哲倫斯基一直要求要幻象 但是過去都沒給 現在也給了 甚至還有瑞典 他希望瑞典可以提供這個JAS39戰機 這個如果去就厲害了 因為過去來講的話 他們烏克蘭的戰場 可以說是樓長寸斷 我已經沒有辦法給你一個 完整的一個戰備跑道 我沒有辦法給你一個軍用機場 所以他可以短場起飛 所以如果瑞典真的提供了 JAS39的話 那表示說 他可以放在任何一個地方 只要有一段完整的小跑道 我就可以起飛 再搭配上這些空中預警機 以後 到底空中優勢是俄羅斯還是烏克蘭的 這就很難講了 雨萱 另外一個要講到 現在的烏克蘭戰場上面 美國真的開了綠燈 美國開了綠燈 你就發現 北約的武器 整個美國的武器 跟俄羅斯的武器一比較起來 俄羅斯的武器根本英雄無用武之地 連他們現在號稱全世界最好的五代戰機 這個蘇凱57都被無人機給炸掉了 保留哥不只比亞迪會電人 最近俄羅斯也是被烏克蘭電的非常慘 為什麼 因為原本大家講說蘇凱57 是俄羅斯號稱最先進的戰機 他等於是什麼角色 等於是F35 是空中總司令的概念 結果沒有想到這個空中總司令糗大了 為什麼 因為停在停機坪連飛都還沒有飛 一台造價高達15億台幣 保留哥 結果你知道被多少錢的無人機毀了嗎 多少錢 大概3萬塊錢 3萬塊 3萬塊就給你輸贏15億 各位 這發生的狀況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停機坪的畫面 原本蘇凱57是停在我們講大庭廣眾之下 這真的是光天花日 為什麼 因為他想說我在俄羅斯境內 對不對 我怎麼可能會被你攻擊到 所以大喇喇的停在這邊 停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2024年6月7號的這個照片 結果6月8號 他就被炸了 對 沒有錯 各位你看左邊是原本完整的蘇凱57 結果我們沒想到右邊 整個形狀是還看得出來 但你仔細看發現 咳咕咕 為什麼 因為他等於是用這種很清醒的廉價的無人機 去突襲掌握到他的位置之後 進行整個我們講自殺式的攻擊 但因為他攻擊之後你知道他會發生什麼 他會爆炸 爆炸之後他碎片散的到處都是 但我們剛才才跟各位講 蘇凱57是一個空中總實力 所以代表有一件事情 他機上裝載的都是非常精密的配備 包括你講的隱形也好 包括你的雷達也好 包括你的感知也好 他哪經得起這種無人機的碎片 整個碎片碰到整個飛機上 全部到處都是 所以他們通話也講說沒有辦法 沒有救了 他說這台蘇凱57 報廢了 因為我們曾經講過 你越是高等飛機 剛剛講第五代戰機 對不管是這個所謂的F22 或者F35都非常娇貴 我飛上去一次 飛下一次我要全部洗過 洗過了以後 每個地方有不同的抹布 而且這不同的抹布整個清理 那都要專門的學問 所有東西清理過了以後 剛剛講 因為你要有 你等於說你要隱形 你的蒙皮 你的所有的塗裝 都要非常的完美 我旁邊 我早就用釘子把你敲一下 你就什麼都完蛋了 對 報廢跟說他重點 為什麼 因為他之所以要這麼強調 他的隱形戰機 以及他的功力 就是代表他非常的嬌貴 碰都不能碰 但是他被這個炸毀之後 他們就宣告說 沒救 真的沒救 而且這個時候行動 是什麼產生的 代表美國也有援助 為什麼 報廢跟你仔細看那種照片 他是在7號的時候 才剛掌握到這個位置 結果沒有想到 他在什麼時候 8號烏克蘭馬上就發動攻擊 等於就是說 美國一偵測到 或者說其他國家援助的時候 一偵測到 57億星人光天化之下 停在這個大庭廣中 馬上攻擊 所以隔天之後 你看反應之快 迅速的一天之內 而且美國我覺得 非常給俄羅斯難看 當時在炸的時候 傳出這個消息 俄羅斯沒有沒有 我沒有受到什麼傷害 這個事情是謠言 結果 美國馬上把這個照片 隔出來 6月7號 6月8號 你同樣都停了 蘇凱文器 你的狀況 你受傷的程度一目了然了 而且更狠的是什麼 他說 我們剛才那個是近看 我直接給你看遠看 你在這邊停了多少飛機 我都清清楚楚 我都清清楚楚的明白 所以你知道 現在俄羅斯是面對到 最大的困境 他連這個都照出來了 這個照出來 這邊就是蘇凱文器 你停在這裡我都知道了 對 而且你看到 往上邊 往左邊走 左上方 還有123456 還有一大堆飛機 說我都看得到 看我要不要打而已 而且不只是這樣 現在俄羅斯最大的處境是什麼 因為我們剛才講 那個叫做境內 所以他變成是 真沒路撤也沒路 為什麼 因為當我往前的時候 這個哈爾克夫 已經成為一片戰局 已經變成絞肉場了 我所有俄羅斯派的 不管是步兵連 不管是裝甲連 甚至是資源的連隊 我只要一往前進 越過雷池一步 保留給你知道 什麼會飛過來嗎 什麼會飛過來 海馬斯系統的這個火箭 我們講陸軍戰術全部會飛過來 所以我們看到了前一段時間 講說俄羅斯要發動了 一個下氣大攻擊 俄羅斯當時集中了 數十萬的兵力 在哈爾克夫不斷的推進 當時還講說 烏克蘭節節敗退 可是你當開了綠燈之後 烏克蘭俄羅斯就沒聲音了 因為俄羅斯的後勤 俄羅斯的補給 全部被截斷了 對 那個畫面慘烈到什麼地步 因為他打了大量的急速彈 他專門的瞄準 就是說我是針對你人而來 我是針對你地面部隊而來 坦克而來 所以我不用大規模毀滅的武器 我只要用這種急速彈的方式 等於是什麼 殺蟲劑一樣 等於說你越利一發 對 沒有說你看到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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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範圍是大 但你以為只有陸軍戰術 只有急速彈嗎 各位不要搞錯了 為什麼 因為他彈頭是可以換的 所以最後俄羅斯想說 好 那我哈爾克夫不打了 我退回俄羅斯境內可以吧 不行 也不行 為什麼 他們就退回到俄羅斯境內 開始進行集結的時候呢 比如說他們跑到一個烏東 這個地方叫做盧竿斯克 然後跑到烏東 那你以為說往後撤沒問題嗎 不行 陸軍戰術導致又來了 你說宇軒又是急速彈嗎 不是 他給你展示不同的活力 結果各位你看到畫面 有沒有直擊到 就只有一發 就只有一下 砰的一聲 他直接把所有俄羅斯的 據點裡面的戰車一併的吹 為什麼 他改成這種高爆彈 就是我用這種高能量 而且強大的破壞力的 就單一彈頭 一樣把你的機體給吹圍進內 而且不只是這樣 甚至他們兇殘到什麼程度 他是不是想說已經轟炸到境內了 你以為只有無人機 你以為只有海馬斯 你以為只有陸軍戰術 不是 保抵哥 戰機都飛過去了 他現在烏克蘭連戰機都千萬大 我就直接飛到你俄羅斯的領空 開始對你去投地 開始對你去轟炸 空軍都來了 對 所以你想想看 那如果之後F-16來呢 F-16能不能裝載投彈 當然也可以 他可以打你空 也可以打你地 那你想想看 所以F-16動起來了 對啊 那比你俄羅斯的軍隊變成是 我進也不是 退也不是 我安全前後都是四面楚歌的狀態 這個心理壓力會非常非常大 所以你看到現在烏克蘭 不只是有美國有如神助 連勇氣都來了 你講誰給的勇氣 你剛才看在畫面 烏克蘭他就在這種狀況 狹路相逢勇者勝 他開這台N2A2的戰車 剛好你知道遇到誰嗎 遇到俄羅斯的裝甲車 BTR82A 就各位現在畫面了 那你仔細看囉 有沒有看到 遠遠的開始對轟 我看到你我也沒打算退 高速行止 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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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注意到 左邊的是那個N2A2 結果右邊的一直重彈 一直重彈 就是俄羅斯的裝甲車 最後你看開始雷殘了 開始越走越歪路了 結果下一卡 你會發現 裡面的人從上面跳下來了 裡面的人滾下來了 受不了了 最後這台車就直接這樣 旁邊雷殘雷殘 整台車都毀掉 他們等於說 直接在正面對決狀況之下 那好像中世紀武士 拿著長槍在對撞 對 等於是兩個人騎身嘛 我拿著長槍 你拿著長槍 反正我們撞下去 就是要有一個人倒下 而且不只是這樣 現在俄羅斯已經 窘迫到什麼地步 窘迫到連自己最新的2S43 他們講自走砲系統 各位這是他們新出來的 才剛發包 然後剛陸續生產出來 結果你現在看到的 都不得已要派上前線 那你說為什麼 他連這種武器都要派上前線 因為現在烏克蘭 無人機實在太可怕了 出神入化 坦克 他也可以精準的從你上方 因為現在俄羅斯的坦克 都會包圍著這種 防無人機撞擊的地方 你仔細看到保倫哥 他這個躲繩 他往前進了 你知道怎麼包成這樣子 沒關係 我先停一下 然後往上 然後這往裡面 洞裡面裝 他會轉彎 他對 會轉彎 我才不會傻傻的撞下去 所以你知道 坦克也要 甚至他連人都撞 有人騎著這種 占用摩托車對不對 拖車 然後騎在上面 就騎著急程罩 無人機也來 反正只要鎖到之處 俄羅斯現在士兵人人 終日惶惶不可控制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到處都有無人機 隨時有可能 會從你背後冒出來 突襲你 美國總統拜登 最近講了非常多 耐人尋味的話 除了兩岸之外 他也特別強調 現在美國援助 烏克蘭的武器 他說 你不可以拿去打這個莫斯科 你不可以拿去打克里姆林溝 那講說你是不是在騎沙車 後來講說搞了半天 不是 是除了克里姆林溝 除了莫斯科以後 你都可以用 就我現在剛剛講的 你現在大批的火力 大批的火藥 剛才已經進到了烏克蘭 而且用了 我覺得最可怕的是 你真的用了北約的武器 你真的用每次的武器以後 你現在二字武器 完全英雄無用武之地 而且現在恐怖的是 他過去的人海戰術 而且他過去的 大規模的軍隊的作戰 現在居然一下子數百人 一下數百人都被殲滅掉了 對 老闆哥 這個叫敲風扫落 為什麼我們講 因為我們知道最近哈爾科夫 這個地方處於一個激戰狀況 但出現一個非常尷尬的場面 什麼場面 原本的俄羅斯派出他的中甲師 坦克也出來 包括了運兵集團 高達數百人 三十百人的部隊 一次派出來 結果保律先生 你知道發生什麼狀況嗎 怎麼 一出來就全滅 全被殲滅了 對 為什麼呢 因為最近我們講 就這個畫面 對 你知道 他不是一輛的 這個所謂的運兵車 他是好幾輛的運兵車 全部被殲滅 對 而且連敵人都沒看到 這才最慘的 就是你聽到聲音 聽到聲響 然後不好意思 你已經陣亡了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呢 現在不管他們派的ASD890 或者說有一些全新的預警系統 還有F16我們講的 在空中偵測的時候 整個我們俄羅斯的地面部隊 變成什麼 跟不穿什麼一樣 躺空空 讓人看空空啊 你走到哪裡 我都知道你的部隊部署在哪裡 那我知道你部署在哪裡 這樣有什麼用嗎 我看得到你 我打得到你 對 馬上海馬斯300公里外 直接長城狙擊 長城狙殺 所以你知道他們這個狀況是什麼嗎 當俄羅斯派出這個裝甲師的時候 然後包括這個運兵集團出來的時候 他們剛出來 就已經被我們講的預警機給偵測到 偵測到之後 海馬斯火箭當然馬上直接就發射 所以300公里外 而且他們不用很多炮彈 保留哥你要記得 他們有什麼 他們有極速彈 所以一枚極速彈 就直接把整個部隊你看 全滅 對 所以全滅嘛 那而且你看 現在看到的畫面是什麼 不只是這樣 他還可以遠程的 透過什麼 無人機給你做狙殺 所以現在變成是 俄羅斯原本假定說 哈爾科夫這個地方 應該是我們的緩衝區 對 我們用數以萬計的人肉 去那邊堆疊 至少可以擋得住烏克蘭的這種故事嘛 可之前不是傳出的說法是 當時俄羅斯動用了數十萬 十多萬的部隊 我在哈爾科夫已經取得了成果 我在哈爾科夫就慢慢推進 可是沒有想到 當美國的武器 北約的武器一進來了以後 他完全的兵敗如山倒 對 沒有錯 因為美制武器的進來 讓他整個改變戰局 所以才為拜登講那句話 除了我們講莫斯科 除了這個克里姆林宮 其他你都可以打 只要看到俄羅斯人就給我打 不管你是近來還是境外 所以變成是 原本他們可能還是兩個短兵相接著 豪溝戰 打游擊對不對 現在不是了 因為美制武器他有一個特色 精準定點 而且他可以遠距離狙殺 所以變成是 你不管派再多的人肉 請問寶貞哥 他打的範圍面積就是這樣 你一百個人 你一千個人 我都是同一個面積給你狙殺 有差嗎 所以他現在完全往後退 不是 而且剛剛講的 你剛剛狙擊的部分 你剛剛用海馬斯火箭彈打的部分 都在俄羅斯的境內 對 而且現在 他的二軍才要集結 才要動員 才要行進 他就沒有了 聖志堡有一個畫面更驚悚 你知道什麼嗎 因為他們都沒有看到 烏克蘭的軍隊 那只看到俄羅斯的軍隊 就在哈爾克拉夫 你看 遠遠的那個 那個我們講無人機飛過來之後 你就突然看到底下有一個人 你在幹嘛 在揮手 他在揮手 揮手就跟頭 很小沒有 說不要打我 投降 不要打我 我投降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太可怕了 等於就是說你根本就看到敵人 所以他們被襲擊 他們被攻擊 他們連敵人都不知道在哪裡 因為連敵人都不知道在哪裡 太恐懼了 對 因為他今天有些是極速彈 各位你知道極速彈 那個恐怖在哪裡嗎 你看到一個飛彈過來 但你沒有辦法料想的是 他的碎片以及他的碎彈 到底會打到什麼地方 所以你能講 他還好這個投降的是聰明的 你看 仔細看 這是一架無人機有沒有 遠方狙擊 砰 那個是坦克 一台坦克 兩台坦克 他完全 你這樣跟他們拿沒辦法嗎 因為你所有的一切都攤在陽光底下 都是成為他距離 甚至是我們講 俄羅斯他有一個最引以為好 他們叫做國眾之本 你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他們的沃羅涅士 整個一個DM雷達 他們叫做超級雷達 結果沒想到現在連 就是各位現在畫面 超級雷達戰 你雷達再厲害 你擋得了無人機嗎 你擋得了金嘴定位嗎 你看有沒有這種建築物 整個完全被摧毀 中間都已經被炸過 這個就是超級雷達 對 他整棟建築物 被炸了 對 被無人機攻擊 他就是用風群的方式 反正我一台一台一台攻擊 而且不只是這樣 我們剛才講到的所有的系統 請問一下各位 有沒有耗損烏克蘭的一兵一組 完全沒有 飛彈不用 無人機也不用 甚至他們 我們把你的獵龍場 炸掉建構 你看畫面 你看瘋狂裡面 也不用 我就派無人機去搞你 反正你就是被我炸爛 那不只是這樣 就連船隻 他們講克里米亞師傅 我們講黑海艦隊 不好意思 保鞋哥 也不用花一兵一組 直接派無人艦艇 我們之前有各位介紹過 叫什麼 這個Black Sea Style 黑海風格對不對 無人艦艇直接給你衝撞 完全的就直接 把它給徹底摧毀 所以 連黑海艦隊 黑海艦隊等於說 離非常遠 他等於說你不管離得多遠 你不管躲在什麼地方 我都可以把你找出來 我把你找出來以後 我就把你給 摧毀掉了 對 沒有錯 所以他們現在講這種 連北越都開轟了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現在俄羅斯 他一直在強調一件事情說 你拿這些美智的武器來 美智的武器來 我跟你講 我跟你批命 因為很多的武器 包括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ASD890 它是瑞典的 它也不是美國的 他說你們這些NATO的 北越的國家 小心 如果你們這樣對我 我就會對你做一出反制的作為 但為什麼我現在 普丁要去料這種狠話 因為他實在是被這些人的 這種設備 全新的武器 普丁嚇到了 搞到會崩潰了 好不好 比如說我們講的 北越最近的無人機 也在做什麼 開始在對著一樣 不只是S-300 不只是S-400 他的所謂的預警雷達系統 他現在就先把你弄瞎 因為現在不管是這些北約 或者是烏克蘭 他們有個目的很清楚 我只要把你對空的 所有的一切火力 對空的一切偵察力 把你弄瞎 把你手弄斷 那請問一下 如果等到未來F-16 進入戰場的時候 帶著他的AIM-120 以及對地面部隊的 整個完全的轟炸 那會戰什麼 會變Game Changer 他就可以讓整個F-16 變成未來的遊戲改變成 跟戰場的轉移者 所以現在不只是這樣 他們現在推出一款 比如說像這個AR-3 AR-3它特別你知道在哪裡嗎 它的體積很小 但是它的航行時間非常長 就是各位你看到畫面 而且甚至它有這種垂直起降的能力 它未來不只是增收監控 甚至也可以造成所謂的攻擊的一個效果 所以變成是陸陸續續 現在整個烏俄戰戰的戰場 俄羅斯之所以節節敗退 面對這種美系 面對這種歐系 全新型態的武器跟戰術變化 完全沒有辦法因應 好 瑞德 現在的氣氛完全改變了 瑞典本來是一個中立國 我都派兩架的預警機到上面 而這兩架的預警機 它搭配什麼 搭配F-16 而且我們從畫面開始說 F-16在烏克蘭竟然已經成軍了 它真的已經開始進行了 而且它連女性飛行員都有 那你想說F-16 進去已經夠可怕了 對不對 沒有 馬克宏今天就加碼了 馬克宏說 不但是看到美軍的 北約的F-16進去 現在法國的幻象2000 也要進去了 保健 你有沒有發現 那麼這一次的 這個世界各國 向烏克蘭所提供的 相關的防禦性的這些武器 事實上我們台灣 要非常的注意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武器 都是台灣現在目前在使用的 比如說法國 那麼總統馬克宏 今天提供的 這個幻象2000的這個飛機 它在5分鐘之內可以立刻起飛 立刻進行攔截 那麼有了幻象2000 它所使用的飛彈 當然就是法國的相關的 包括這個魔術相關的 比如說各式的空對空的飛彈 對 雲無飛彈 也不再可能是使用美軍的相關的飛彈 所以今天馬克宏並沒有說他的飛彈是什麼 但是他一定會奉送他相關的飛彈 他一定會給他 數量他也沒有說幻象2000是多少 他只說訓練4000多位的烏克蘭的軍人 所以今天他等於是對責倫斯基來講 吃了一個定心丸 因為多了這個幻象2000 除此之為責倫斯基今天剛好在法國巴黎 那麼緊接而來他要尋求更多的歐洲國家 那麼的協助 下個禮拜那麼G7七大工業國即將決定 他靠俄羅斯的500億美元的相關的資產 要怎麼用在軍援這個等於說烏克蘭的身上 所以可見現在連美國都改變他的態度了 美國那麼總統拜登就說 莫斯科不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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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他人又能不能打 誰叫你俄羅斯 你要一口氣給他打 那個等於說哈克夫讓美國跟歐洲這些國家 哪找到這口你再去動喝說 我不排除要核設施核威先 沒有用 因為大家都北約已經看準你 俄羅斯就是紫老虎一隻了 玉鳳 現在北約接近了五個陸地走廊 五個廊道 廊道跟人家講 現在北約以前再去支持烏克蘭 還在那邊遮遮掩掩 還在那邊弄地下 沒有 現在剛剛講的 瑞典直接已經給你的允籍 瑞典直接到芬蘭 我們看到了德國怎麼樣進來 義大利怎麼進來 都有一個專屬的廊道 要確保什麼 大批的武器 要迅速地進到這個地方來 對 我們講烏二戰爭 一開始的時候遮遮掩掩 F16也不敢給 然後東西也不能打到俄羅斯的經驗 現在什麼都可以了 現在什麼都可以開了 乾脆公布 你今天F16的飛行員已經訓練好了 而且連女性都可以當飛行員了 對 全部的人都把她抓到德州去 然後就訓練然後拍了一段影片 拍了一段這個東西告訴你說 所有的東西戰績都準備好了 他們在德州訓練的 對 都在德州訓練 然後不只是烏克蘭的 還有比利時丹麥 告訴大家說你要看F16全部到德州來 你所有的Coding全部到德州來 以後你聯合作戰的時候 就是同一個體系 同一個系統 所以這一次來講的話 為什麼會把這個五條的陸地狼道給開出來 因為他們認為說 終究有一天俄羅斯 處理完烏克蘭之後呢 跟北約之間的戰爭 終究有機會會打開 打開之後呢 先跟大家講好 這幾條路線其實都很特別 第一條路線 從荷蘭到德國 然後再到波蘭 其他地方義大利來進去 第三條是從這個 希臘 從保加利亞 再到羅馬尼亞 土耳其 然後挪威 每一條都是往哪裡走 往俄羅斯去走 所以告訴大家 連荷蘭的港口都開放 對 所以它是說 北約整個都傳結一氣 而且不是只有北約 這個主要的陸地狼道給誰的 給美軍的 當你這個打開之後呢 美軍要介入 對 美軍從荷蘭的港口 或是從任何一個地方 義大利或是土耳其進去之後呢 他都不用受到任何的限制 這個廊道打開之後呢 他可以直接運輸什麼 兵源 然後運輸後勤 運輸武器 所以等於說過去來講的話 他們一直認為說 跟俄羅斯之間 至少有一個緩送區 沒有了 現在來說的話 接下來就算20年內有機會打仗 都可以直接進入 進入對方的一個敵區 所以我的後勤輸送系統 要利用這一次機會給建立起來 對 因為在過去來講 俄羅斯跟烏克蘭打仗的時候 第一時間烏克蘭就是因為後勤系統 被俄羅斯打掉了 打掉之後就發現說 吃了非常多的苦頭 那麼根據這一次 乾脆所有都把它動起來 以後的計畫就是制定這幾條路線 反正有需要的話 你們先把它打開 打開完之後 美軍部隊進入 美軍部隊進入之後 對俄羅斯來說 就是很大的一個壓力 但面對西方壓力 這麼大的排鎮導引壓力 可普丁說啊 他又要動核武了 這個是一定要的 因為來講的話 過去普丁他自己講的東西 把說 把畫線給畫出來 如果你F-16開來 代表你們北約參戰啊 不然F-16你怎麼運來的 如果你們今天路面部隊 敢進到烏克蘭的戰場 我就視為你們發動戰爭 但是呢 路面部隊進去了沒有 進去了 F-16來了沒 F-16來了 所以普丁就說了 作為回報 莫斯科也會武裝西方盟國的敵人 並不排除使用核武等一切手段 他敢嗎 現在來說的話 其實他所有的條件都已經符合了 什麼時候要按鈕按下去 沒有人知道 所以所有的國家全部都集合起來 這個國籍是誰 克羅埃西亞 然後法國 德國 全部都一起來做一個演練 這個演練叫什麼 這個演練叫做Defender二字 這演練跟美國跟北約其他東西弄下來 過去來總的話 芬蘭加入北約之後呢 也沒有大規模的演練 現在他要負責的就是空中的防衛 瑞士 瑞士是中立國 他已經很久沒有參與戰爭了 現在把他的高速公路給清空 讓他的F-18在推移之前呢 來進行這個起降的一個列起 為什麼要這個樣子 因為他告訴大家一個概念 就是說 如果真的有需要 我們就算是中立國 我們也必須把我們的武裝 把我們的肌肉給秀出來 為什麼現在拜登感覺到 我在非常兇有誠術 我就覺得我這個威嚇力量 中國一定會買單 因為現在才從俄武戰爭 俄武戰爭最近不是講說 我就開始給你一些新的武器 我開始開了綠燈 你現在這些武器 不是只有在烏克蘭的戰場上 你可以打到俄羅斯 我們最近講過說 他現在不是之前 中國自己都嚇壞了 我不是有全世界最好的盾嗎 我不是有SAM-400嗎 不是全世界最好的防空系統嗎 結果你竟然在 美國的ATSM 陸軍戰術飛彈之下 你根本什麼都不是 今天更妙了 今天出來的消息是 現在烏克蘭更厲害 烏克蘭今天專門去打 俄羅斯的SAM-300 專門去打俄羅斯的SAM-400 今天只要被烏克蘭鎖定的 沒有一個SAM-300 沒有一個SAM-400 可以擋得了的 那如果你今天在俄羅斯 今天的SAM-300 SAM-400都擋不了了 那中國的SAM-300 中國的SAM-400 不都跟廢鐵一樣嗎 對 保瀰克 現在他烏克戰爭了 美國終於搞懂一件事情 首先他的SAM-300跟SAM-400 根本就是紫老虎 完全沒有任何防空的作用 他衝擊量頂多是把這個 原本是地對空的導彈 你知道他跑去拿去幹嘛嗎 俄羅斯拿去打地面 因為反正我也攔截不到 我乾脆拿去打地面 我空中打不到打地面 當然我應該打移動的目標 我現在移動標把他打不到 我就打地面固定標 對 至少拿來洩糞 那再來第二件事情 美國他這個不是漫無目的轟炸 他是專門挑這些SAM-300 SAM-400打 為什麼 因為他是要替即將要抵達戰場 未來的整個F-16的空中 中隊空中體隊 掃除障礙 排除障礙 再來第三件事情 美國透過了這次打SAM-300 SAM-400 大家都沒有注意到 驗證了一件事情 他們講美國這個叫做點穴打擊 點穴打擊 我精準的打到你最致命 最要好的地方 為什麼 各位來我們仔細看看 這次他們打SAM-300 SAM-400的影片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奇怪了 旁邊的土地 欸 什麼都好好的 旁邊的土地都沒什麼大問題 旁邊的土地都乾乾淨淨的 就只有那個飛彈車 就只有那個雷達戰 所以只有炮陣地被炸掉 對 沒有錯 不只是陣地 甚至它有一幕更誇張的是什麼 就是呢 我們現在看到那邊圖片 它前面的是什麼 是雷達戰 結果雷達戰 完全被摧毀了 被摧毀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 後方的建築物 竟然完全沒有任何的損傷 所以它等於是我就是很精準的 要打到你這個 他們說你知道難度在哪裡嗎 即便你都透過衛星 它能夠鎖定的範圍 雷達大概是5公尺 10公尺 就說一定會產生5公尺到4公尺的誤差 但為什麼這一次有辦法打到那麼精準的 馬寶就跟你知道嗎 靠F-35 我們是不是想到 它美國公布了一部影片 F-35先行 先行它做什麼 鎖敵 偵測 定位 所以它等於說透過F-35 把它做定位之後呢 再透過什麼 海馬斯 所以即便它發射的是很普通的 陸軍戰術導彈系統 它也可以精準打到這樣的目標 那你說俄羅斯會不會嚇死 當然嚇死啊 第一個我防都防不住 甚至有一幕是什麼 是它的那個飛彈車 根本都還沒有立架 還來不及打開 還沒打開 還沒打開 然後就直接被摧毀了 所以對於現在美國人 它一步一步的 會把整個俄羅斯 而且是境內 各位都是這樣 因為現在俄羅斯 不敢再往越雷池一步 現在整個烏克蘭戰場 通通都被STAR LINK 被美國的所有的衛星系統 偵測系統一朗無異 你在那邊輕舉妄動 通通一舉動 就會像克里米亞一樣 我完全清楚你在幹嘛 所以他們只好幹嘛 後側 但現在沒有想到 後側之後 我們剛才講到的 薩姆不管300 不管400 通通都是在俄羅斯境內被打到 所以俄羅斯現在氣到 整個已經沒有辦法 手出錯嘛 擋都擋不了 不是 我已經把我的火力 退到我的境內 不然你還要怎樣 這個號稱是全世界最強的盾 為什麼中國現在 有他們的布洛克講 我們上當了 這個虧大了 為什麼 我們本來相信薩姆300 我們相信薩姆400 我們相信他有很好的防護力 所以中國是花了重百 中國買薩姆400是比印度 貴了很多 貴了好幾倍 我們買了薩姆400 要保衛中國的領空 結果你面對美國的飛彈 你完全無用武之地 對 還是最一般的飛彈 那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中國他就是要 穗行他A2AD的目標 所以對他來講 沿岸的整個防空系統 非常重要 他花了30億美金 60億美金 結果買來一堆 就是紫老虎跟廢碟 放在沿岸 所以你說現在中國 會不會心裡量了一半 因為這個A2AD 如果少一個2 那就變AAD了 那不像話嘛 而且為什麼 美國還進一步 我們剛才只是講到 300公里而已 射程陸軍戰術導彈 只有300公里 今天美國他試射 你知道是什麼嗎 洲際導彈 不好意思 洲際導彈 你知道他的射程有多長嗎 一萬兩千公里 你說他今天這兩天 還做了一個 義勇斌三型洲際導彈的試射 對 沒有錯 而且這個洲際導彈 美國非常有意思 為什麼 首先他沒有裝載任何的彈頭 代表說我只是去驚驚一樣 他從了加州 一路打到了馬少爐群島 這個距離 我們這樣畫看起來 箭頭沒感覺 我跟各位講 大概6500公里 有夠遠 你搭飛機都不會搭 6500公里 他說沒有 我們試一半 而且沒有搭載任何彈頭 結果人家問到美國說 你們這樣試射這樣好嗎 他直接講 沒有 我們這個試射 已經試射300次了 而且未來這個叫做三位一體 為什麼 請問一下 如果他裝載核彈頭的話 我們剛才講的S300 S400 那個敢動得住 擋得住嗎 擋不住 而且你以為只有這個嗎 沒有 美國還有什麼 潛艇 潛艇是不是也可以發射導彈 甚至包括我們陸軍的這個系統 也可以發射導彈 配合所謂的戰略轟炸機 這個就是美國的核三位一體 就是說我的飛機轟炸機 也能夠投核彈 我的地面也能夠發核彈 我的海上 我的潛艇 也能夠發核彈 我看你的A2AT如何去防範 所以你說就算在俄國發生戰爭 就算我美國發生導彈 你覺得他的目標都衝著中國而來 當然他現在是唯一的假想 還記不記得美國國防部長 奧斯汀所講的一句話 對啦 我們現在主戰場是放來烏二 但你不要搞錯 我們重兵部署是在亞洲 他當著董軍人面直接這樣把講這話講出來 而且亞洲的安全就是美國的安全 對 所以各位 我們除了剛才講烏二之外 你知道現在美國做一件事情 這六月我們最近的父親 會有一個所謂的台美的國防安全論壇 而且非常的低調 但今年跟往年你知道不一樣在哪裡嗎 不一樣在於他所提供的火力 提供的武器 以前大家是不是嘲笑說 如果都拿著砰頭砰頭的 舊的東西 沒的東西才拿到我們台灣 沒有 這次全部都新的裝來 他因為他這次廠商除了增加 以前這25家 這次有30家 而且來了非常多的新的廠商 比如說有一家叫做Masky的 Masky你說Masky做什麼 我就講一個懂你就懂 他叫黑海風格 他提供的就是所謂的AI自殺無人機 各位你光聽到AI 自殺無人艦艇你就知道 這絕對不會是舊的東西 因為AI是這幾年黃人勳之後 而且黑海風格 肯定是在烏二戰爭之後 他所提出來一個新型的武器 而且這些武器都是作為不對稱作戰使用的 要全方面提供給台灣 甚至我們台灣幫跟這些廠商 還有跟一家叫T-COM的 直接說T-COM 我非常需要一個產品 這個產品其實美國一直沒有輸出給台灣 是什麼 它是屬於這種低高度的 也就是可以偵測到大陸現在平平 是不是用無人機老台 包括我們的離島 甚至不排除有可能對所謂的本土進攻 它這個氣球叫做空中的航空母艦 什麼意思 它只要擺在那個位置上 比如說一千公尺 兩千公尺的高度 就是你各位現在看到的畫面 它可以偵測什麼 所有的無人機在第一時間來 我就可以偵測得到 否則你想無人機這麼低 總不可能F-16換向兩千 飛上去偵測 而美國未來有可能會極力的 透過提供這種台灣現在所需要的武器 所需要的軍火來去做因應 甚至你知道它為了台灣做什麼嗎 設置了一個叫做高級議題化小組 它就是確保一件事情 我知道我美國軍購延宕你總是六千億 不然就是軍購沒有金援沒有辦法給你 我透過這些排除掉這些官僚的障礙 希望未來能夠ASAP 越快把我們台灣需要的武器 送到你手上越快越好 那這兩天有個非常奇怪的新聞是 哲倫斯基居然跑到菲律賓 而且跟菲律賓還非常的交好 而且他現在菲律賓還要有一些軍事動作了 對 沒錯 為什麼哲倫斯基人在海外呢 尋求各式各樣的各國的資助呢 因為前兩個禮拜還記不記得 俄羅斯攻打哈爾科夫第二大城附近 勢如破竹不是一直攻進去嗎 這兩天就在這兩天 哲倫斯基到了新加坡跟菲律賓的這兩天 那麼整個俄烏的戰場有了驚天動地大變動 怎麼樣今天動地大變動 烏克蘭呢 那麼直接在哈爾科夫的戰場 投入5萬兵力 直接全部反攻 另外在南部的克里米亞半島呢 也是一樣 那麼這個相關的反攻 值得我們效法 為什麼 我們現在不是有劍翔攻擊自殺無人機嗎 那麼這一次呢 烏克蘭用類似我們劍翔攻擊自殺無人機 我們在劍翔攻擊自殺無人機 本來是要生產250具嘛 那麼增加了以後呢 增加什麼 右耳無人機 也就是說它的彈頭是沒有TNT黃色炸藥的 它就是要引誘 那麼我們的劍翔無人機是要引誘老空的雷達打開嘛 然後呢 這是烏克蘭 那麼也用同樣的方式 用比較中型的相關的攻擊性的自殺無人機 做右耳 幹什麼呢 來到包括克里米亞半島跟這個哈爾科夫邊界 幹嘛引誘俄羅斯的相關的S300跟S400的雷達打開 然後呢 鎖定它 鎖定它以後在幹嘛 因為它是誘餌對不對 鎖定一旦知道地點了以後呢 6分鐘之內 那麼海馬斯火箭彈跟相關的飛彈 立刻就打出來了 6分鐘之內立刻殲滅它的S300跟S400 那麼烏克蘭怕俄羅斯說謊說沒這回事 所以還公佈相關擊中的兩具S400的相關的影彈 給全世界看 就是這樣 等一下 它的SAM300 SAM400 SAM400不是號稱全世界最好的防空武器 結果你被知道了以後 你完全沒有任何防禦力 對 那麼整個關鍵也在於 美國總統拜登點頭 你可以攻擊 因為你已經打到這個 這個哈爾科夫的邊界去了嘛 而且把俄羅斯打得落花流水 那個包括克里米亞半島也是一樣 克里米亞半島現在的黑海艦隊 很多的大型的艦艇都不敢停靠在軍港裡面 都避開了 就因為那麼這個來自於世界各國的武器呢 源源不斷來 好 那哲倫斯基為什麼到那麼多國家 因為有所獲 他到西班牙又拿到30架的這個F-16 他到比利時又拿到了這個所謂的愛國者飛彈 然後呢 包括他到這個等於說 很多歐洲的國家 義大利也提供到防空飛彈 好 重點來了 那他到新加坡 尤其是特別到菲律賓去幹嘛 在菲律賓幹嘛 我到菲律賓 你看不懂 他去菲律賓幹嘛 對啊 因為他對中國不爽